哈囉我是阿滴 嗨我們是一加一 我是令 我是依莉 今天呢我們出外景 這個是他們從一個廢墟的狀況 打造出來的一個非常棒的工作室 我剛剛其實自己已經導覽過了 真的是很棒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這邊 特別做了一支影片 那今天呢 不免輸的 你們這兩個都不講話 我現在還在緊張你知道嗎 想到等一下講英文就完蛋了 我們今天這個系列呢叫做阿滴英簡 目前做到第三集 終止就是希望可以帶著我的 YouTuber 朋友們呢 一起來玩一些好玩的英文遊戲 OK 然後藉詞也可以跟著我們的觀眾 一起學一些實用的英文 今天的主題呢是食物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對我覺得我應該不可以 應該 也不可以嗎 好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你們各自的英文程度好了 依莉你的英文程度 我大學畢業前的時候 考多義 多義成績是801 欸你差一點就金色證書了耶 就差一點點 就差這麼一點 對對對 那這邊 我的話在國小的時候 其實我有補過那個長頸度梅雨 這絕對不是業配 你知道最沒有經歷的人 就會從小時候的經歷就都要拿出來 寶寶趴心大賽我第一名 所以我的經歷其實是很長的 OK OK很長 對很多可以講 太多了 太多了 就不再多數這樣 你有看過以前阿滴英簡的一些來明文 有有有有 你就相較之下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只能做到第三集 好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最低門檻了啦 最低門檻 應該找不到比我厲害的 沒關係我跟你講 好 阿滴英簡到目前為止幾乎都是 英文比較差的那個人會比較贏 真的假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我們阿滴英簡 那我們現在可以先補過了吧 我們看今天的結果怎麼樣 你真的很會安慰人 規則的話呢 我們待會用採輪流字 就當實力太懸殊的時候 我們希望是輪流字 阿滴英簡第三屆 來第一題 請問下列合者 是點心 A. Dessert B. Despair C. Desert D. Despacito 基本上喔 這題蠻困難的 但是我剛剛從這個對答當中 我已經看到一些小提示了 我選A 選A 對 原因是他剛剛你在說A的時候 他已經這樣子 喔 所以他就是要選A 但是不是啊 他說不定是看這詞 看完整個 然後就覺得他知道哪一個是 但是如果你用答題技巧 用刪去法的話 你覺得是哪兩個再選 D.都是D.E.S.開頭 對 但是你們兩個長得特別像 哇怎麼提示這麼多啊 A.跟C.蠻像的 A.跟C.蠻像的 你是說A.跟C.在選是不是 對好 我還是選A好了 選A 真的是A 你真的不知道A是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喔好 它就是點心的意思 然後C的話呢 Dessert Dessert 是沙漠 它跟點心只差一個字 就只差一個S而已 喔真的耶 對 這樣子的話就是你先拿一份 試水溫 大概是這種感覺 OKOK Icing on the cake 是什麼意思 A.吃太多冰會頭痛 B.畫龍點睛的效果 C.壓垮駱駝的最後那根稻草 D.過度的貪心 怎麼辦 我剛剛應該說我多一絲百分百 來請問答案是 啊 Icing 是什麼 冰 Icing 是蛋糕上面會點綴的一些 其他的小東西 喔你提示太多了吧 你這樣講會害我很想選那個答案耶 但是我覺得好像又不是那個答案 因為依你的出題方式 放上去的東西 放上去的東西 那我選D D.過度的貪心 對 所以它沒有對 它沒有對 我就選B 畫龍點睛 Fans B 你就是心機太重啦 不相信別人 不是我剛剛不都提示你了嗎 這麼明顯了 我想說你應該不會提示到這麼明顯 好我現在兩分喔 你注意一下喔 好我覺得這個 一開始就有點歪掉了 好沒關係 那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下列何者 不是乳製品 我連中文乳製品我都不知道有哪些 不是喔 A. soy milk B. ice cream C. pudding D. yogurt A.是牛奶 但是我不知道前面那個單字是什麼意思 然後B.就是冰嗎 對 C.我不知道這單字是什麼 好 然後D.是優格 好C.你聽喔 Pudding 喔布丁 對 布丁有沒有牛奶 有 冰淇淋有沒有牛奶 不行 不是喔 我是在引導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這樣子我知道了啦 應該就是A啦 因為優格也是乳製品發酵的 所以A.它應該是陷阱題 加了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它可能應該就不是牛奶 這樣子喔 確定 我確定 好答案是A YES 連對三題耶 怎麼搞的阿滴英姐的 鑑別度真的不太行 真的是老師放水啦 那請問阿滴英姐這個題目有幾題 有12題 12題 有12題 然後現在產了沒有字 你還是有機會 阿滴英姐這個就是我們 好玩就好了 輕鬆的心態 沒有任何的鑑別 對沒有任何鑑別 老師送分啊 對這個勝負心不要太重 好啦答案是A A的話 soy milk 是豆漿的意思 soy bean 就是那個豆 醬豆 大豆 只要是白色可以喝的 他們都很常會叫什麼 milk 然後其他就是像你剛剛講的一樣 懂 其實你不錯耶 真的嗎 對你就是你都可以用推論的 就算不知道還是可以推理出來 對 好歹我也猜了很多年 好下一題 第四題 請問夏天哪種食物不是馬鈴薯做的 A. Fries B. Potato Chips C. Sweet Potato D. Hash Brown C. 這一題我很厲害 你很厲害 我懂 你懂 好答案是C沒錯 OK 你終於答對一題了 但是D是什麼你知道嗎 薯餅 你知道我們曾經有跟滴妹合作 肯德基的影片 然後也是他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不知道 薯餅是什麼 他是教 所以我的薯條也是他教我的 所以你還記得他教Hash Brown 所以你這個全部都會 對 那不錯不錯 有記得蠻好的 滴妹一樣會蠻開心的 謝謝滴妹 好下一題 RICH 請問如果拿來形容食物的話 是形容食物怎麼樣 你為什麼要一直盯著他 你想看他的反應嗎 對對對 你真的很會猜 A. 很稀有 B. 很貴 C. CP值很高 D. 含質量很高 我先問一個問題 是 RICH 是飯嗎 OK這樣笑我這樣知道了 老師加油 應該不是 我剛剛在考慮有沒有扣他分 飯是Rice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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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題就沒有邏輯可以猜了 一般不會去形容這個食物很稀有 對啊 然後含質量可能也不會這樣形容 但是CP值跟很貴可能就會 所以我猜B好了 很貴 你知道RICH本身的意思是什麼嗎 真的不知道 RICH本身的意思是很富有的意思 所以我就答對了嗎 你答錯了 好啦來伊莉正確答案是 D 對 是含質量很高 你剛剛直接把它開始 壞壞 因為你會說RICH它本身是很富有的意思嘛 所以如果我說一個食物 rich in protein 蛋白質的話 那就說它的蛋白質含量很高的意思 它是在指某一個營養量很高很豐富 那伊莉想分喔 好啦慢慢健眠度有出來了 那接下來下一個是比快的 比快 為什麼到我這裡又變比快 請用英文說出三種對方不喜歡吃的食物 Sugar Sugar 你不喜歡吃糖喔 對最近不喜歡 Soy Milk Soy Milk Yogurt Yogurt 我喜歡我加起來了 Strawberry Strawberry 它是不是沒有不喜歡吃的東西 應該是我有但是它不會講 其實我現在真的也想不太到 好那你講你不喜歡吃什麼 苦瓜 苦瓜好難喔 苦瓜超難 苦瓜我也不會 Bitter Gurd Gurd就是瓜的意思 G-O-U-R-D Bitter Gurd 羊肉 羊肉是 L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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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菜 大白菜為什麼不吃 我覺得大白菜有個味道 水水的味道 OK 大白菜的話就是Chinese Cabbage 它不喜歡吃的都蠻難的 所以這題 你覺得你比較難回答 好啦給你啦給你 好追評囉 追評了 下列何種食物 在便利商店買不到 A Stinky Tofu B T X C Pick Blood Cake D Steam Buns B一定有 T嘛 就是茶跟蛋 然後 茶一蛋 茶跟蛋 OK A可以再唸一次嗎 Stinky Tofu 什麼什麼豆腐 Skin 好所以應該會有豆腐吧 然後C是Pick豬 Pick Blood Cake Cake 好什麼什麼蛋糕 Blood Blood是什麼 你應該知道 Bing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紅色的東西 紅色的豬蛋糕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救你 這個單字我真的兩個單字都完全不懂 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就猜D好了 我剛剛真的以為這題它會答對 沒有它其實它是要用輕音的 它才知道說那個單字是什麼 因為它是不會Pick A 答案是A Stinky Tofu Stinky是臭的意思 最立場內沒有臭豆腐 應該吧 欸等一下 可能有 可能有 但是這個Steam Tea Tofu 是比較不常見 就是那種炸的臭豆腐是沒有的 TX是茶葉袋 Pick Blood Cake 這是豬血膏 喔 好色的 Blood是血 對 然後Cake它直接翻成膏 蛋糕的膏 Steam Buns Bun是那個包子 Bun Bun Bun包 Steam是蒸 對蒸的包子 我們現在慢慢開始展現實力了 有欸有這幾年度終於出來了 好那往下囉 請問 Dousand Year Old Egg Sunny Side Up 跟Soft Boiled Egg 分別是哪些蛋料理 千年老蛋是什麼 不行我覺得你好像有偷偷把我的題目用的特別 不一樣 對你的題目比較難一點 猜一看來我都懂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千年老蛋是什麼 等一下你聽到答案就會覺得很適合 好我放棄 好那我先猜一猜千年老蛋就是皮蛋 沒錯 真的假的 就是皮蛋 欸你怎麼知道 因為皮蛋以前的製造過程是要泡非常的久 對 但現在是用藥水了所以就沒有了 欸這個是科學力獲勝欸 那Sunny Side Up你猜它是什麼 太陽蛋我覺得應該是溫泉蛋吧 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太陽的或是什麼蛋 喔荷包蛋 沒錯荷包蛋 那最後一個Soft Boiled Egg Boiled是油嗎? 橄欖油 那是Oil Boiled是沸騰的意思 喔OK所以應該就是水煮蛋了 對水煮蛋 水煮蛋 耶 欸這題居然是 但是我講真的欸 是因為他先幫我解釋這些名詞是什麼 那接下來是你可以優先 好來 請問下列何者是指牛排三分手 三分手 它有一個專有名詞欸 A. Medium B. Medium Rare C. Medium Well D. Rare 我知道Medium是中間 對 中間大概是五分手 A B C感覺都有Medium 所以應該不會在中間 所以我猜D好了 D的字母也特別短 喔 但是你不覺得用猜題技巧的話 應該會先把D間刪去 對 因為三題都有Medium 對 那請問一下阿滴老師這個Ware 是什麼意思 這我不可以跟你講 講了之後你就答出來了 好 我選B好了 對因為Ware出現兩次 因為Ware出現兩次 所以猜題B 感覺他比較應該在答案裡面 確定嗎 好這是我最重答案 答對了 老師不公平 老師他不是一開始寫D嗎 我給他一個建議 但是沒有說他一定要 往這個方向走 但是我覺得你很好 你知道Medium是中間的意思 所以一分手是Rare 三分手是Medium Rare 五分手是Medium 然後七分手是Medium Well 然後全手就是Well Done Medium Rare就是在Medium跟Rare的中間 所以是三分手 然後Medium Well 因為跟Well Done的中間嘛 所以Medium Well是七分手 就這樣 學會了 我也會點牛排了 伊莉你又有點落後了 而且我們現在好像進入到最後三題了 領先一分而已啦還好 你要加油 欸如果你贏 你之後就可以出去說 你贏多一八百分 對對對 你就有這個稱號了 那這樣我先走了 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走 等一下後面的我覺得 你的題目是不會到太難的 好 請問素食者不能吃下列哪種食物 A Truffle B Popcorn C Jalapeño D Caviar 應該沒有太難 跟前面那題應該 你的題目真的比較多 你的題目應該還好吧 沒有 老師 我要重新去炒多一 我覺得這個是擺明 就是要讓令營的一個 怎麼會 怎麼會 我要慎重的表達我的抗議跟不滿 好我亂猜 我如果這次猜中的話 我等一下就要去買樂透 我猜D D是素食者不能吃的 Caviar 好令你覺得是 欸 所以他猜錯了 那我D先刪去了 我選C好了 C Jalapeño 好 答案是D 欸 你猜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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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追回來了 來來來解釋一下 可是我都不知道欸 Truffle 這個是松露 然後B呢 Popcorn 這個是爆米花 然後C Jalapeño 不覺得它唸起來很奇怪嗎 Jalapeño 它是墨西哥的辣椒 最後D Caviar 這個是魚子醬 有聽過嗎 有 Caviar 好所以素食者的話呢 就是不能吃Caviar 太難了啦 OK 但他答對了 現在的狀況是 平手 5B5 然後剩最後兩題 好 最後兩題決勝負喔 如果平手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種成就 可以可以 加油 啊不是公平 應該是 這樣子我才有信心要學英文 對 我們要給他信心 請由粗到細 排列以下的麵條 好 Udo Nuddles Instant Nuddles Rice Vermicelli Ramen Nuddles 先聽那個聲音 Udo Udo 聽起來比較雄厚嗎 Instant Instant Nuddles 好我覺得你不知道 好再來 Rice Vermicelli 這個是飯的吧 什麼的麵條是用飯做的嗎 老師不行 因為飯嘛 因為他已經說是飯 好然後最後 Ramen 拉麵 但是粗細 粗細 很難耶 拉麵有細也有粗耶 那一般的那種拉麵 好來請從粗到細排列 粗到細 Udo Udo 再來 In什麼的 Instant Nuddles 好再來 拉麵 Ramen 再來 Rice Rice Vermicelli 最後答案是這個嗎 對 好我已經盡量幫你了 來伊莉 出道細嗎 出道細 Udo's Lamen Instant Muricelli 對答對了 OKOK 解釋一下 對伊莉來解釋一下 Udo's Nuddles 烏龍麵 Instant Nuddles 那個泡麵 泡麵 然後Rice Vermicelli 是米粉嗎 麵線 米粉麵線 對 這是麵線 算是那種細的麵線 像那種歐阿米紗那種 的那種麵線 然後最後一個 拉麵 所以出道細的話就是烏龍麵 拉麵 泡麵跟麵線 泡麵還有另外一種叫我們叫做 Fast Noodles 好啦這題 這題比較難啦給你 這題比較難 對 我最後題都是拼字題啦 太難了啦我直接放棄圈 我剛剛會想說讓你放點水你們剛好可以拼手 對啊 馬卡龍很好吃請拼出馬卡龍的英文單字 Macaron Macaron 拼音 我們先讓麵拼拼看好了 好 我連第一個單字我可能唸不出來 m 應該是m吧 m o 好然後呢 m o是m o m a m a 然後 他可能是c或k c好了 c i 龍 l o g嗎 m a c i r o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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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伊莉改你了 macaron macaron m a c o r o n c o r o n macaron 這個發出來的有點類似 但是你差一個字母 a 這樣嗎 嗯 對 yeah 所以是m a c a r o n 沒有錯 伊莉這樣最後得到7分 可以啦我覺得很接近 畢竟他是800分的嘛 對對對 所以你跟他有一點差距 所以你大概700 600左右 可以接受啦 在練習一年應該可以超越他 應該可以 那麻煩你好好 其實阿滴音檢是還蠻客製化的一個英文檢定 對不會齊頭式這樣子 讓大家都很難看 所以呢我們今天特別提供的設計 讓大家都有發揮空間 然後希望大家也有學到一些 實物相關的英文 有記得 是不是 你們覺得今天成就感爆棚 真的 有沒有沒有參加過這麼好玩的英文猜名遊戲 有沒有對自己的英文有信心 有至少我會點流牌了 我覺得不錯啦 這樣子一個成果 那最後的話 我們有留一個Bonus給我們的觀眾 就想要請問一下 圖片這個台灣的知名美食 英文要怎麼講 如果有知道這題答案的小滴呢 歡迎把他留在下面的留言區 希望大家今天有學到一些英文 那如果有什麼想要看到的阿滴音檢的主題 也歡迎把他留在留言區裡面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也有跟Lin這邊 在一加一的頻道拍一支影片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這支影片的話呢 可以點這一邊去看 那這支影片差不多這邊結束了喔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See ya唷